我是陈建友,欢迎收看建友地产贷款培训 这是第二集的房利美贷款指导方针系列视频 第二集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什么样的收入可以申请贷款用什么样的文件证明 因为这一集比较长,所以有分上跟下 我们先从上开始 第一,Base Pay, Hourly or Salary Income 按小时或者是固定薪水的收入 可以用雇主的书面认证1005表格 或者是最近一次的工资单 以及过去一年的W-2 第二,Bonus and Overtime Pay Income 分红及加班费 用雇主的书面认证1005 或者是最近一次的工资单 以及过去两年的W-2 第三,Commission Income 佣金收入 用雇主书面认证或者是最近一次的工资单 以及过去两年的W-2 第三,Secondary Employment Income 并称为Second Jobs或者是Multiple Jobs 次要工作 如果是非自雇 例如帮别人打工的 最近一次的工资单 即过去两年的W-2 如果自己当老板 也就是自雇者 用个人过去的两年报税表 如果有成立公司 还要另家公司过去两年的报税表 第五,Temporary Relief Income 临时休假收入 用雇主的信解释 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就可以了 第六,Alimony, Child Support or Separate Maintenance 补养费,散养费 或者是单独维护收入 用离婚判决书 或者是分级协议证明收入会持续三年 看过去六个月的收据 第七,Automobile Allowance 汽车津贴 扣除汽车开之后的每月津贴 两年以上的收取证据就可以了 第八,Border Income 照顾残疾人的技术生的租金收入 如果一个残疾人有技术生的话 用他的驾驶执照 技术生的驾驶执照 证明这个人是住在那边 另家,银行的月结单 或者是W-2就可以了 第九,Long-Term Disability Income 长期长帐收入 保险公司或者是雇主提供的保单就可以了 第十,Employment Offers or Contracts 工作的录取通知或者是雇佣合同 用ESCO关闭前的第一个工资单 如果购买的是主要住宅 那么这是一个例外情况 不需要提供工资单 前提是借款人的工作开始时 不能够早于ESCO关闭30天 或者是晚于ESCO关闭90天 另外还要准备好6个月的储备金 你可以点击以下的链接去看下一集 下回见